BCE水電公司表示 受到風暴而遭到停電的用戶 已經有超過九成用家恢復用電 唐宇喬會報導 BCE水電公司表示 工作人員經過兩天在省內各地搶收 更換電線桿和變壓器 現在約98%的停電用戶 已經恢復電力供應 當局預計明天可以恢復其他受影響用戶 但偏遠地區或需要更多時間處理 而根據當局一份調查報告指 有約一半的BCE省民表示 他們不相信天氣預報 也不認為有辦法準確預測風暴 這可能是由於有四分之一的省民 在去年受到大氣河流天文氣團 極端天氣事件影響 其中28%曾經經歷停電 22%經歷多次停電 12%遭受洪水破壞 50%由於暴風雨而無法購物或獲得服務 也有64%的省民表示 他們今年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為風暴可能造成的停電而作準備 三時大電視唐遠橋報道 幾乎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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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